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12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它是创造了非常多的一个历史 包括了盘中下跌的一个点数 是来到了1417点 这个是台北股市有史以来 单日最大的下跌跌点 最后往上去做拉抬 虽然说最终下跌只有680点 但成交量的一个部分 7727亿 这个也是再度改写历史最大量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成交量 因此看到这样的一个行情 当然我相信投资朋友多多少少 会对于这个行情有所期待 因为毕竟今天一共拉了737点的一个下影线 但这样的一个讯号 是不是代表说台北股市在这个位置 它就能够正式止跌反弹呢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稍后的节目里面 会来帮大家做分析 那除此之外 电子比重成交 这个成交比重回到了55% 是不是代表电子股有反弹的机会 那以及市场清融资 什么样的一个族群最危险 这个都是我们在今天的一个节目当中 会来跟大家去做一个讨论的 所以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到底这737点的下影线 是不是代表这个行情真的能够呈现质稳 那我们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 当然今天的一个下影线拉台最主要 机党比较重要的全职股 包括像是台积电 包括像是联巴科 或者说像是鸿海 它的一个股价其实都有从这个跌停板往上拉台 这样的一个走势 好但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当然代表其实有大人 包括了关股行库 包括了头信 在这个时候去做撑盘跟护盘的动作 但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台北股市来讲 它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之所以会这样讲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基本上是这样子了 当然国安基金过往 他们都是在这个 十年限的时候 他们会去做一个出手的动作 那现阶段的一个十年限 当然离台北股市现阶段的一个位阶很远 目前的一个十年限 大概是在9755点 那现在指数在15902 如果真的要等到国安基金出手救市的话 当然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救的一个必要 好但是这个部分呢 简单来说就是 关股行库或者是头信 当然有这个撑盘的一个压力 他们会先去做一些买进的一个动作 但是基本上只要行情稍稍停住 他往上反弹的时候 这些资金就会重新去做倒出来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双面刃的一个情形 就是说基本上他可以短线上面撑住跌市 但同时他也会造成这个涨势 或者是反弹的一个幅度 相对来讲会呈现比较受限的一个状况 这是第一个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重点 第二个如果说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我想三次的一个国安基金去做护盘的动作 分别落在这个2011年的这个 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欧债危机 2015年然后以及包括像是2020年 去年疫情的一个状况 但实际上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以融资的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的一个融资应该还是呈现大幅度的减少 昨天是减少了126亿 那今天预期大概也减幅能够在 百亿左右的一个水准 但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以过去三次国安基金进场撑盘的 这个当时的一个大盘的这个整体的融资维持率来看的话 普遍的一个水准我们刚刚谈到2011年 它应该是来到130个percent 然后2015年当时7203的一个低点 它是来到了这个135percent 那之前的这个8523这个低点 它当时的一个市场的维持率大概来到135.8个percent 所以以昨天事实上当然今天的一个数据还没有出来 但是以昨天的一个数字来看的话是167个percent 我想离这个所谓的低档浮现这样子一个融资维持率来看的话 它大概还有一段空间 必须要去做一个表 必须要去做一个清洗服额的一个动作 而且在今天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融资大跌的一个关因为这个整体股股市大跌的一个关系 再加上说跌领版的股票比较多 今天大概都聚焦在过去非常具备有人气的这个航运 跟这个钢铁类股上面 所以大概可以预期就是说基本上未来这两天 包括融资的一个断头 包括这个所谓的这种所谓的这个 可能你当冲然后没有办法去做冲掉 纽约交割的一个状况 应该还是会对于这个行情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卖压 所以我是建议投资朋友就是说现阶段 当然整体行情要做止跌 它不可能一天它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必须要一段时间去做震荡整理 它会比较有利于这个行情去做直稳 所以今天是历史的一个最大量 那最好是能够看到什么现象呢 最好是能够看到量缩回月均量附近 如果说以目前整体大盘的一个月均量来看的话 目前的一个月均量是落在这个5106亿这样的一个水准 也就是说你接下来的一个行情合理来讲 你把量缩回到5100亿元附近 这个其实才会代表就是说 它的一个筹码有达到沉淀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而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它才会有利于整个行情开始出现一个整理 那短线上面当然我们刚刚谈到了 你这样子去做拉抬 当然某种程度上面而言 它会造成这个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如果出现反弹的话 会有一个这种所谓的压缩涨幅 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短线上面 如果能够在今天这一根实体黑棒当中 去做一个震荡整理 然后量缩到5100亿元附近 这个才会有利于整个行情 真的出现直稳跟直跌的一个现象 因此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我不建议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强短 因此这个最好是能够看到行情 开始出现直稳之后 再来做我觉得应该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好 那至于说电子族群有没有什么样的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在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 必须哪一些电子股 它有达到一些转弹条件 会对于行情来讲 会是比较有利的一个状况 我们刚刚谈到今天最主要拉台的重点 事实上都聚焦在三档的大型全职股上面 包括了台积电 包括了像是联发科 以及像是鸿海的一个股价 因此我们就先针对这三档个股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台积电的一个部分 当然今天跳空跌破了570块 最低点达到518 最后收盘是560 所以这个的确拉台的幅度算是非常的一个强劲 那但就整体这个外资的一个调节力道来看的话 从1月11号以来 就从这个位置以来 大概减码了53万张 成本在608块 这个当然其实对于短线上面 应该是不至于看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那只能够讲说之前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它其实走的是一个比较偏向弱势的一个格局 因为它的高点比高点还来的低 低点同时也一直不断的在做破低的状况之下 它原本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一个头形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那后续进入到了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区间 所以短线上面大家应该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是来自于说今天留了一个比较长的下影线之后 它能不能够达到换手成功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那如果你要达到换手成功的目的 因为毕竟以今天的一个台积电来看 它的一个成交量是这个波段以来的一个最大量 所以你要换手成功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股价应该要去突破你今天的一个高点 所以大家第一个关注的一个重点 电子类股能不能够带领整个行情出现反弹 第一个我们要观察台积电 它能不能够占回到571块钱以上 一方面是今天的大量的高点的位置 代表的是一个换手成功 另外一方面它等于是重新回到了这个570块 到610块的一个整理区间当中 当然相对来讲 电子股持续往下调节的压力就不会来这么大 这是第一个大家可能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呢 如果说我们来看鸿海的一个股价走势 你会发现就是说过去这一个波段当中 它其实走的是一个大型的头肩顶的架构 那合理来讲我有了左肩 然后有了头部 那接下来其实应该要出现了一个右肩的格局 但是不可否认 你看到这个部分 你会发现它的一个右肩 相对来讲它是呈现了比较债幅 因为实际上这一波的一个往上走 大概只花了4天左右的一个时间 但是你这一波多头公式往上去做公高 当然这前面其实还有 它其实花了比较长的时间 在走这一波多头公式的时候 基本上你即便回档 你去算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大概都会有今天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你4天的时间 当然就基本上这个所谓的 应该说走的时间相对来讲比较不够的状况之下 它的确会具备有一个向上反弹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存在 好但是值得要注意的是在于说 当然今天它其实也是整个波段以来的一个最大量 那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应该是来自于说今天 外资跟投信 他们其实都是针对鸿海来做一个买超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后续先有一个往上谈升的一个机会没有错 那仅限的一个位置是107.5 原则上能够站上当然是最好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在于谈起来的过程里面 你必须要补足一定的一个成交量 如果你的成交量是不到1.5万张的话 那基本上对于这个所谓股价的一个影响来看 它事实上都还是会有持续回测的一个压力存在 因此这个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两档 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个股 包括了像是台积链 包括了像是鸿海 它最好都能够去突破今天的一个黑K的高点 它比较容易伴随着所谓换手成功 这样的一个讯号存在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另外包括了像是2454的联发科 那联发科的一个部分是我们 我们在昨天其实有跟大家谈到 就是说我们修正原本 对于联发科股价的一个看法 那的确联发科的一个 今天的一个股价走势 它甚至在盘中也是一度打到了 接近跌停板的位置 今天最低点是来到821块 那跌停板的位置是来到820块钱 所以今天的股价其实也是回测到 接近跌停板的一个状况 那股价在中晚盘之后拉到只有跌2.52% 但同样的一个情形 当然今天整体IC设计类股算是盘面当中表现比较强势的 但是还是有几个重点你要去特别留意 当然除了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有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前波的高点去做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换手之外 另外这个外资的一个成本 外资减码的一个成本是在918块 如果以张数来看的话是来到5.37万张 这个当然其实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减码 因此你后续的一个向上去做反弹 你不只是要突破今天的一个高点去做一个换手 同时你最好能够把这个空方缺口把它全数去做回补 因为你一旦回补掉之后 也代表你重新占到这个价格以上 这个会比较有利于整体的一个股价出现转强 这样的一个态势 因此呢 我们总归跟大家讲一个结论就是说 当然你随着这个指数 今天拉了这个700多点的一个下引线之后 它的确短线上面它会有稍稍停住 止住跌幅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存在 但实际的状况你还是必须要去观察 包括疫情这个时候会不会进入到 所谓的一个这个第三级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可能会就是包括你室内5人 他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聚集的状况之下 这个对于整体台湾的经济来讲 当然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这个是除了大家要注意的重点之外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几个比较重点的一个个股 包括台积电鸿海跟联发科 它的股价能不能够先去做一个带量换手 我想这个会是大家在明天主要关盘的一个重点 但问如何呢 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说 短线上面的一个止跌 当然我觉得这个会给大家比较充裕的时间 去做一些调整持股的一个动作 但就如同我们在昨天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重点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在去年这个时候 因为疫情的关系跌破了季线的一个位置 当然我知道今天大概多多少少回答会跟大家谈到 反正破了季线就看半年线嘛 那半年线跌破之后就看年线 我就觉得不能够一直这样子往下去寻找这个防守 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只有用两条均线就是月线跟季线 那既然今天去呈现了一个跌破的状况之下 你要留意的就是说 基本上它出现这一波反弹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整体的量能如果没有办法明显跟上 或者是我整理的时间不够长的话 它就很容易会发展成去年这一波下沙到8523 这样的一个架构 所以对于投资标来讲就是说短线上面 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刚刚谈到量能的部分不要像 现在过去这两天都有7000多亿的成交量 但是你也不能够大幅度萎缩到月均量以下 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谈到的一个重点是 它的一个量能最好能够维持在月均量 就是5100亿元附近 它会对于行情来讲一方面量没有缩的太小 另外一方面也达到量缩的一个效果 它比较容易让这个行情开始出现整理 但是后续往上谈生的一个过程里面 如果它不是花比较长的时间去做区间整理的话 它就必须要再带量 就是等你整理完之后 你往上发动攻势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再去做补出成交量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此短线上面这个行情大致上的一个架构是如此 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就是说 你要把你手上比较弱势的一个个股 先来去做一些调整 至于说要不要去转进强势股 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做空单的避险 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形 你才会有资金去做一些调配 而不是说你现在股价如果全数都卡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话 那你手上没有把资金抽出来 事实上你能够做的动作 其实相对来讲也非常的有限 因此夏老师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基本上如果你在持股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调整的 没有关系 夏老师都很愿意来协助大家 那至于说除了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关盘重点之外 还有什么明天值得大家 有留意的一个看盘的一个方向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帮各位做解析 第三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通同步拥有股票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无往不利 陈通同步值得托付 0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那我想我们在上个阶段的一个节目里面 跟大家谈到 现阶段整体大盘轻融资的那个幅度 其实还是不太够 那最好是能够降到135个percent 就是市场的一个融资维持率降到135个percent 他是过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北股市 比较明确都是一个底部讯号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间点 但整体来讲 当然对于个股来讲 他的那个融资的维持率 可能每一档个股都不同 那融资增减的状况其实也会有不同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每一档个股的一个差异性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像是这个 我们昨天跟大家所谈到的3481的群创 那当然群创的一个部分 昨天我们谈到就是利多 如果没有办法去做反应的话 代表他后面其实还有一些位置的一个利空存在 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股价还是持续往下去做修正 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都讲说这个融资轻浮 融资洗出去之后 事实上股价会有止跌的一个条件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法人整体的一个动作 他是怎么样去做表态 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过去这两天 群创的一个融资是减少了5.8万张 减少的张数其实算是蛮多的 但是外资减少的一个张数 从这个礼拜就是过去这两天的一个时间里面 他减少了大概11.86万张 就是说外资卖的比融资减少的还要来的多 所以现阶段等于是说你的一般来讲 就是说大家会讲那个融资减少 对于股价来讲比较有利于反弹的原因 是因为筹码从散户流到这个这种所谓的大户 或是流到法人的时候 当然是比较有利于股价的一个持跌 但是目前看起来其实外资也在出 然后融资也在减 那你说谁谁减走了 当然就是市场其他的一个投资减走了 但相对来讲可能稳定性就不是来这么高 不过可以注意的是在于因为对于群创来讲 他今天是唯一档 应该说三档的面板主要指标性个股当中 群创像是友达 或者说像是这个616的一个彩晶 友达尾盘又有打开跌停板 那彩晶是最终是以这个跌停板来做一个坐收 但是群创的部分 他一方面有打开跌停 一方面他有守住季限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大家就可以观察就是说原则上 明天能不能够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 先把这个股价拉离这个月 拉离这个季限先拉离开一段空间 他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全 但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我们过去教大家所谓的 可以指标的一个扣底来看的话 这个其实大概都要至少三天左右的时间 没有再进一步去做破底 这个其实对于多方而言 才会有一个开始跌升反弹 这样的一个机会存在 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另外如果说讲到融资维持率 因为这个是昨天的一个资料 因为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今天资料没有出来 那我抓的是融资余额在2000张以上 那当然这个可能要看股本没两不同了 然后同时维持率其实低于130个percent 这个意思就是说基本上你会面临到 所谓的追缴的一个问题 因为正常来讲 现在因为原本7%的时候 7%那个年代融资维持率追缴是120% 那后来放宽到这个10个percent 就是涨跌停变成10个percent之后 融资维持率的这个追缴标准就变成130个percent 那换句话说呢 这一些个股它其实都有这种 所谓融资追缴的一个问题存在 如果说以现阶段我们画面当中 所看到的这一张 这个所谓的融资维持率 比较偏低的个股来看 包括了其他几个族群 包括了这个散热模组的双红 然后像是励志 那实际上这个太硕 它也在这种所谓融资维持率 不太够的那个范围里面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包括IC设计 6533晶晶科 3661的世新 4968的利基 这个其实都属于IC设计的公司 然后光学 光学也是一样 嘉陵 包括涟漪光等等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就是说基本上 这个时候跌的比较多的 它大概在族群上面 族群性上面 它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那加上今天的一个回档修正之后 大家可以预期就是说 它的一个所谓的融资维持率 或者是整个市场的一个状况 它其实表现应该会变得更差一点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比较有趣的是 我先举个例子 例如说像是双红 当然今天可以发现就是说 在整个这个融资断头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可以发现外资 其实有在去做一些低接的进场 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它增加2172张 成本大概是在162块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积极去做追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融资还有9226张 所以这个部分 外资买 简单讲就是外资他趁着 他知道这个所谓股票 融资维持率比较低的状况之下 这个股价如果往下跌会有人砍出来 所以他们有一点在逢低成接这样的一个味道 但是因为接的张数跟那个现阶段所持有的张数 它还是有一段差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不建议大家这个地方去做抢短 因为它比较容易 因为它有大概9000多张去做调整 所以它比较容易会杀出来 那但是法人有买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个股 你是要等到它主底 你不用急着去抢 因为事实上很多很多股票 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形 包括像是3006的一个金豪科 金豪科如果没记错的话 今天外资好像也买了六七千张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 它的一个股价沿路往下去做修正 它知道你会砍 然后因为他们资金比较雄厚 所以它可以逢低往下去做承接 但对于我们一般投资人来讲 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状况的时候 最好你还是能够等到 这种所谓的个股呈现持跌的时候 再来去寻求买点 但是对于这些所谓的 我们刚刚所举例的例子是有法人买的 但其中还是有非常多 是这个法人持续调节的一个股票 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你可能在整个操作的过程里面 你就必须要把这些个股的风险涵盖在里面 因为它还有这个所谓融资断头 持续往下去做灌压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存在 所以我是建议投资朋友 就是说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当然现阶段其实已经是一个 算是所谓的非经济因素 所造成的系统性的风险 就是大家过去这一年 疫情好像都不严重 在台湾可以看棒球可以看电影 然后做什么样的事情好像都没有 最多就是不能够出国而已 但是这个时候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市场的信心比较冲动的时候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你要尽可能拉高你手上的一个现金比重 那后续行情整理完了 跌下来了整理完了 你才会有资金去买那个相对便宜 然后有机会带你反败为胜的这样子的一个股票 而不是说你股票套在这里都不处理 那等到这个行情如果真的出现 比较大幅度的回档 那即便行情真正止跌 你可能也没有资金去做进场 所以夏老师还是要建议各位就是说 如果你在持股上面 你真的不知道说你手上的个股哪些该走 还是说你要可以去做续报 那没有关系 夏老师都愿意来协助大家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5月12号的台股最前线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资料仅供参考